接下来的蓝绿大片场我们把时间交给英秀 马总就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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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房新北市能因传统票仓板桥中和 马总统上防弹车扫尖 新北市长朱立伦还直接站在旁边拿着麦克风含口号 只是上午实在风太大 马总统头发被吹得乱七八糟 还特地戴上帽子固定发型 结果帽子被吹歪实在不方便 又把帽子给拿下来 只得不时用手剥头发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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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热情的选民我怎么会忍 明明只穿着长袖和简单的竞选背心 在车上吹着风扫尖 马总统还是说不冷 说选民实在太热情 而沿路上不只有上方OL跑出来看总统 还有护士也跑出来诊所喊加油 甚至由小姐跟着总统车队跑 想跟总统握手 结果跌了一大跤 但就算在蓝营大票仓 街上也有民众比出下台手势 基本盘输不得 入选员在一边喊出 大家集中投票 集中选票全力支持 这种特别像硬板 硬酒 虽然没喊气宝 但也等于是直接要大家 泛蓝别分裂 就剩下一天 马固装一票也不敢答意 全新闻刘教委身上 严慎小组台北采访报道